亲爱的各位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才开口全场欢声刺起 不过刘翔本人已经眼眶泛红 趁着上海钻石连赛 他正式向熟悉的田径常告别 十几年来 跨栏成就了我的梦想 也给予了我无数的快乐和荣耀 每当我走上跑道 我心中的热火人在 不服输的斗志依然 但伤病困扰 让我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只能坚强面对 选择离开自己心爱的田径赛场 过程速度哽咽 让支持民众也同样难过落泪 结束退休演说 刘翔和当天参加110公尺跨篮选手绕场 慢跑致意 但他精彩的比赛身影不会消失 比赛开始 2004年刘翔在雅顶奥运 第一个冲过终点线 以12秒91成绩获得冠军这一个金牌 让他被世界看见 而在2006年国际田连超级大奖赛 更以12秒88夺冠 打破保持13年的世界纪录 200年广州亚运夺冠 无数奖牌记录挂在身上是荣誉也是莫大压力 而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 英商结束比赛让广大粉丝惋惜 这回正式发表退休演讲 拿着中国田径杰出贡献奖杯 完美下台 记者综合报道